所以至於我們德國南的一條 主廖家 大家好,我是花雞兄弟 今天要帶大家來到台南仁德區的萬國通路觀光工廠 現在台南仁德有奇美博物館、十股文化村 現在又多了萬國通路觀光工廠 這裡慢慢變成台南的觀光金山教 就在國道旁,以下國道馬上就到了 可以說是交通非常方便 這裡的第一印象印入眼簾的就是寬廣的草皮 還有一艘遊艇 這艘遊艇可以上去走走觀光 旁邊就是餐廳 裡面有可口的冰品,都蠻便宜的 炎炎夏日來這裡真的很消除 進到旅行生活館裡面都是萬國通路的產品 我都不知道原來賣行李箱可以做到這麼大 這麼多種樣式,而且不是很貴 雖然現在不能出國 但是還是可以來這裡看有沒有喜歡的樣式 接著我們來到創意工廠裡面 裡面有影片介紹萬國通路以行李箱起家 行銷世界各地 行李箱所使用的材質呢 不只耐摔、輕便 還要經過許多項的測試 讓你不怕買到劣質的行李箱 像我的行李箱 之前在幾次的旅行中 在飛機上就摔破了 輪子還斷掉不能移動 而萬國通路的產品都經過測試 耐用度大大的提高 內部更在多處打造裝置藝術如巨大的行李箱 並浮予聲光互動裝置 讓觀光工廠不僅只有展示教育的作用 還成為新的打卡景點 這裡還可以客製化自己想要的行李箱 可以自己做一個雙色的行李箱 貼上喜歡的貼紙 真的很有趣 真的很值得來一探究竟喔 花姬兄弟還會介紹更多台南旅遊資訊 這裡我工商一下 花姬兄弟自己有在養雞生產台南最好的基金 上好低基金 家裡如果有孕婦或是想要保養身體的朋友 可以來我們的門市試喝 我們有常溫版和冷凍版兩個不同版本 絕對是你在市面上找到CP值最高的基金 好啦 感謝各位聽完 那我們下期再見